我們看這一題 太陽內部核融核的環應速率相當穩定 足以持續提供地球100億年的能源需求 根據研究 影響核融核環應速率的主要作用 與中子衰變成直子跟電子和另一個稱為環圍中子的電中性粒子的過程 屬於同一種基本交互作用力 這種基本交互作用力我們稱為β衰變 β衰變是弱作用力或弱力 由此可知 下列核者為影響核融核環應速率的主要作用力 因為核融核是主要作用的 這個作用是弱作用力的作用 所以應該選多少 應該選弱力 弱力作用 所以大家應該選C 所以大家應該選C